你可知道我们的祖先竟在40万年前就开始养育大象 并将它作为主要食物 大家好 这里是万物灵 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 今天我们聊一聊大象 目前发现的人类最早的狩猎活动之一就是狩猎大象 考古学家在呼拉盆地南部的约旦河边 这个距现在有78万年历史的遗迹上 发掘出了史前大象的头骨 在大象头骨附近 还挖掘出了狩猎和屠宰用的各种工具 头骨上的打击痕迹证明了猎人曾试图敲开它 同时来自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小组的一项研究 也揭示了在饮食方面 大象对早期人类有多么重要 研究人员米其本表示 早期人类与其他的灵长类动物不同 它们从植物纤维中提取能量 以及将蛋白质转化为能量的能力都很有限 因此植物对于人类来说不是一种很好的食物 所以我们的祖先如果想吃上一顿简单又营养的美餐 其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在那个还没有发展到可以用火烹饪的时代 几种植物的纤维 以及从其他零星食物中获取的蛋白质 就是早期人类能够获得的主要营养物质 因此为了能维持身体机能 满足基本的能量消耗 它们的身体需要动物脂肪作为补充 生性温顺且体积庞大的大象 便成了它们的狩猎目标 对它们来说 大象肉真算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美食 其中的脂肪与蛋白质的比例恰好 能够为它们提供完美的营养补充 再加上大象的体积庞大 捕杀一只成年大象 一年的食物也就足够了 于是它们60%的食物来源都是大象 甚至由于对大象的不断捕杀 40万年前 中东地区就出现了大象绝种的现象 到了近代 每年食用大象肉最多的地方就是非洲 但其实当地人也不是特别喜欢吃这类神肉 有吃过象肉的人曾表示 味道还不如猪肉 它们之所以选择大象肉 只是因为非洲早期畜牧业不发达 肉食来源得不到保证 所以选择食用大象 食用象肉对它们来说 就像人类的祖先一样 只是为了补充肉类蛋白质和冲击而已 不过如今 非洲许多地方也发展得不错 养鸡场养兔场到处都有 它们也就犯不着喂一口象肉 拿着猎枪和弓箭去丛林里玩命了 要知道 惹怒了象群 一般人可是招架不住的 不过目前依然存在食用象肉的情况 但是动机和以上所说的都不一样 大多数都仅是为了满足尝尝鲜的要求 象肉的价格通常很贵 多个洛梅某风味餐厅的一份象肉 约合人民币两三百元 在那里 一份上等牛排 也不过约合人民币一百多元 如今大象肉 已不再让人们垂涎欲滴 不过大象的数目仍然在不断锐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 非洲人捕猎大象主要是为了得到象肉和象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 则是为了获取象牙 这不仅是因为国际手工艺品市场 对象牙需求量的飞速上涨 还因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使得象牙同黄金和蒜石一样 被视为一种价值稳定的硬通货 使得西方一些大银行 竞相争购和储存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 大象被世界保护野生动物组织 列为宾威动物 非洲作为大象猎杀的重灾区 许多国家也相继颁布 禁猎大象的法令 同时打击偷猎大象 走私象牙的团伙 对有大象栖息的地方 加强管理进行武装巡逻 他们坚持不懈的投入 在二十年之后也看到了成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非洲象的数目开始缓慢回升 熊探长觉得 早期人类猎杀大象是为了生存 物竞天泽不得已而为之 但现在某些人对象牙的狂热 其实是一种价值扭曲的艺术追求 是虚伪的文明与高雅掩盖下的 一张张极度贪婪的丑陋面孔 更让熊探长无地自容的是 截至2018年 官方数据表明 中国已经成为象牙消费第一大国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就曾对600名中国周上阶层人士 做过问卷调查 其中80%的人表示 会购买象牙及其制品 不过令人高兴的是 同在2018年 我国就全面停止了 加工销售象牙及其制品的商业性活动 在保护大象的路上 迈出了坚定而有效的一步 说到这里 熊探长不禁地问一句 如果有一天 地球上有了比人类更高级的物种 人类无法战胜它们 仅仅出于自我感官愉悦的需要 它们就要猎杀人类 扒光我们的头发 做成精美装饰品 扒掉我们的牙齿 做成雕刻工艺品 甚至抠出我们的眼球 当作一种艺术品收藏 你会觉得这是艺术应该有的追求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请和熊探长一起 拒绝项肉 橡皮 项牙制品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买凶者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 如果你也喜欢动物 想保护动物 不妨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 你的关注将会是 对熊探长保护动物最大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聊聊 银背大猩猩能不能战胜老虎 咱们下期待